因为看到许多儿童对环境卫生的意识不高 艾莎和亚非法决定设立一所环保学校 这所学校专门教导学生如何保护及爱护环境 学校也提供了私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课程 包括认识植物课、宇宙课、环境探索课以及自然实验课 教学活动除了好玩又有乐趣 也让学生们可以更容易明白大自然的课程 其中就是透过实践 简单的材料让学生们了解火山喷发的过程 此外也带动学生到户外活动 一边做运动一边捡垃圾 培养学生不乱丢垃圾 能参与环保学校的课程 学生们感到十分欢喜 因为他们学会如何爱护环境 对艾莎来说 让小朋友提早认知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是希望他们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良好的观念 大爱新闻印尼报导